施大哥住在里水静云县胡镇镇的西施村 这一幢两层楼的龙居房就是他家的 房子背后是一大片山坡 采访时山坡上的平地都被清理过了 杂草被集中堆放在一个位置 施大哥说原本他在山坡上种了四棵板栗树 还在旁边挖过一套排水沟 排水沟你以前很早就有了 这个排水沟主要是什么作用呢 主要是这个沙里冲掉吧 你们这个房子是在山脚下面 记者注意到 施大哥种板栗的位置 现在只能看到树根了 排水沟朝外这一侧 原本由一排石块做支撑 现在不少石块都散落在地上 施大哥说去年12月 村里派人到这片山坡上来清理平地 接到其他村民的电话之后 他匆忙赶到现场 树就是都给你拉倒了 都搞掉了 然后排水沟呢 排水沟这草根都是堆着你搞掉了 这个挖掘机开过以后 现在这个排水沟两边是什么样的 就是养着就是他都堆着 你从前面再挖掉了 施大哥希望村里能赔偿自家四棵板栗树 在帮他加固这条排水沟的石壁 最近这几个月 他已经找了村委会好几趟 他们假设就是把这个地方 是不属水域里的 水沟不能给你复原吗 他把草根搞掉就好了 那现在你们家这个事是什么要求呢 让他这个草根搞掉 这个东西要搞好啊 这四棵树你要他们赔多少 一家多块钱肯定要了 下午一点多 记者找到西施村的村委会 办公室的门都关着 按照墙上公布的手机号码 记者联系了西施村的旅书记 整个县城都是 不搬整改 创山或者地整改 当时你们有没有提前通知过这户建签 什么都没有的 这个是很临时的事情啊 都是二十几天的事情啊 我们操作了一百多摩啊 整个村都是这样子的 关于施大哥提到的板栗树和排水沟 旅书记是这样回复的 他去了吗 报告他就正里 正里有补贴的吗 那个是 但几百只啊 不是他一户人家几只 排水沟怎么办呢 排水沟问题不大 排水沟原来就那样子的 靠一边是沟以下 那石头有搞过呢 这一排是石壁垒好 对对对 吕书记表示 接下来村里会跟施大哥 再好好沟通一下 1818黄剑记者李水报道